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人尽其才的故事 相传在很久以前 弥勒和维陀并不在同一个庙里 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宇 弥勒佛热情快乐 所以来的人非常多 但他什么都不在乎 丢三那四 没有好好地管理账务 所以依然入不敷出 而维陀虽然管杖是一把好手 但整天阴着个脸 太过严肃 搞得人是越来越少 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看香火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宇里 由弥勒佛负责接待 效应八方客 于是香火大望 而维陀铁面无私 朱某必较 所以让他负责财物 严格把关 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 庙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弥勒佛和维陀 都是掌管一方的神明 都有着自己不可替代性的特性 但是要让弥勒佛表现出 弥陀的特性 或者让弥陀表现出 弥勒佛的特性 那就会造成不大不小的混乱 这个预言中 统领众佛的佛主 这个领导 处理的方法就很得当 让有不同特性的佛 从事和他们特性相吻合的工作 而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希望这个故事 对大家学习成语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 也请订阅 留言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